胡耀邦的住房收回了 赵紫阳的也快了 请看报道 4月5日是清明节 在北京有亲友及相亲到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故居击败 有报道称赵紫阳旧部已故四川省委前书记李紫园女儿李慧表示 以往是赵紫阳邻居认为六四早应平反 公道自在人心 相信总有一天会解决 但他对短期内平反六四不报希望 他又估计今年可能正值六四事件30周年 官方管制更严 进入故居前也被查身份证 保安明显加强 故居门外一早便有便衣人员及公安戒备 期间只有获赵家在门外迎接的人士 才可进入故居 公开报道显示 两年前清明节 大批民众带着鲜花到赵紫阳故居祭祀 赵紫阳次子赵二军王燕南等人在场接待 民众在赵紫阳一兆前鞠躬献花 并在纪念册上提字 故居所在胡同及附近街道 都有公安和便衣助手 但没有阻止民众入内 赵紫阳次子赵二军表示 仍旧父母骨灰合葬的问题 跟中共中央办公厅商讨 家属提出两条原则 包括不到八宝山公墓落葬 由家属承担费用 而有关方面 基本同意有关原则 家属当时已选定目的地址 但仍未做最终决定 赵二军又称 由于2017年底召开中共十九大 预计2017年年内难以落实 最快2018年4月5月 可将骨灰下葬 但时至今日 赵紫阳夫妻骨灰合葬仪式 毫无进展 赵紫阳之女王爷南也证实 有关父母骨灰合葬事宜 今年没有进展 仍是由赵家继续推动 官方也没有表态 希望进展顺利 他又重申希望在民间目的下葬 不愿将父母骨灰安放在八宝山 王爷南又表示 今年当局管制更严格 防控范围 由家中胡同延伸至大街 更少人可以参与祭拜 相信日后可能还会更严